不對線 拚公投 要領線 四位議員即將要提起 我們地方性公民投票案的連署行動 那做到這個連署行動 就是要要求金融市政府 立即訂定染疫慰問金的一個發送辦法 那為什麼要提出這樣的一個辦法 主要就是因為我們謝國陽市長 在去年選舉的時候 在基隆城市的大大小小的一個角落 甚至還有宣傳車 都掛起了市民只要染疫 就能獲得1萬塊的一個染疫慰問金 只要亡顧了更有30萬的一個亡顧金 貼了這樣的一個政見 但是到現在都沒有具體落實 要求市政府 要來發揮染疫慰問金 那現在選出了 你準確水不分 可以說選情三民開市 選人的大家開市 所以你這份行為 是向我們地方市的市民來重新賞 呼籲謝市長 上任100日 該專心市政 想想怎麼兌現政見 當初謝國良候選人提出政見的時候 就是以基隆市 10萬染疫人口為例 也公開公布 若發放慰問金的試算金額 大約5到6億元 還聲稱中央政府 只給染疫死亡者 10萬元 非常的沒有同理心 那如今謝國良市長當選了 那他的同理心 又到哪裡去了 要求基隆市政府 立即訂定 染疫慰問金的發放辦法 找回謝國良市長 當初所說的同理心 針對綠營議員發起這項連署 希望在4月底前 完成1200份連署 送進基隆市政府審議 對此 基隆市政府不予回應 記者 黃紹明 基隆報導